作为日本汽车工业代表之一的Honda 推出的车款可以说是人人知晓 在性能车领域有知名的Type R系列 成为车迷的信仰 所导致的NXR更是代表着Honda最高工艺 以及顶尖技术的存在 而今天要讨论的算是仅次于NXR的地位 但冷气没有像CV一样很大 不过因为独特的驾驶风格 号称余量级F-R性能车的代表 敞篷跑车的完美精品 而它就是Honda S2000 提到Honda车系 各位都会想到CV、SRV、NXR等等 当时突然出现S2000Zoom加数字的结合命名方式 就感觉独树一致 其实它的背后是富有意义的历史 这一切要追溯到Honda旗下第一款敞篷车型 S360开始 在1955年时期 Honda已经是拥有成熟的摩托车引擎开发技术公司 为了响应政府提出的人民汽车计划 从未接触过汽车领域的Honda 便拉拢近50位工程师来打造汽车 最终在1962年推出了Honda S360厂风跑车 而S代表的是Sport 数字代表着引擎排量 基于摩托车赛事区的优秀成绩 以及各界高评价所带来的自信 第一台汽车的成品相必会是漂亮的成果 当时就在研发期间他们就意识到这个产品依旧是不成熟的表现 于是便取消透露在市场 怀抱着遗憾的Honda在隔年就推出了S500来重振信心 一经推出就受到各界的关注 随后推出的S600生产超过1万台 也开始往欧洲进行贩售 最终到了S800更是成为Honda公司的形象代表车 仅有791cc的排量 可以高达1万转速的引擎 就站稳一身排量最快的量长车型 这些都要归功于长久环绕在摩托车动力研发的经验 虽然工程名就 但是S800却在这时划下的级绝 成为Honda最后的S系列长碰跑车 时间快转 1995年的东京车站上 在Honda的展示台出现了名为Sport Study Model的概念车 并且是为了Honda建厂即将满50周年 所发布具有化时代的跑车 在那之前 Honda已经推出多款优秀的新车型 像是Integra及NSR 而且是把将近30年断层的历史再次重现 让这台概念车的发布 更让人期待这款车两个后的样子 1999年 Honda车厂正式满50周年 同时也发表他们最新杰作 Honda S2000 保留于4年前规划阶段的SSM 概念车一样的规格 搭载2.0升 NA引擎前置后驱不及 拥有50B50前后配重 距离上是打造FR跑车 可是要追溯到1966年的S800跑车 面对时隔数十年的断层 技术的迭代更新 要再次实现NSR的棺材 想必绝对是巨大的挑战 而S2000推出的那一刻 就证明了Honda工程师不是虚的 一般的民用车款 抵判甘性相较于跑车都会来的差 更别提敞篷车上半部 几乎为零的支撑 而Honda的工程师就在底盘设计出了 全新的车架 亦为X-BON 这个的底盘结构与正常车型的底盘来的特别 来解决敞篷车干性不佳的短板 再来前后采用酸AB 使得有优秀的稳定和转向性能 并且采用FR配置布局 引擎位置在前轮后方 以Supra相似的长车头 短轴距 整车的长度还少于4.2米 细节的分配处理 形成平衡的完美比重 为了强调驾驶体验的核心 S2000的造型可以说是简约又单调 外观既没有战斗气息 内似又单调和我家的Jazz一样 当然 效仿Makara MP4-5F1赛车的数位仪表盘 就是它瞩目的亮点 另外一点就是S2000亮产的十年间 基本都保持配备敞篷和手牌 没有随着市场推出硬顶或者自排的选项 某种程度上 算是为数不多贯彻到底的精神 从生产线来看 S2000基本划分成AP1和AP2 两者之间 除了引擎外 都没有明显的改动 所以下一个章节就以动力去做更多的解析 S2000采用2.0升自然进气引擎 引擎代号是F20C 当时的F系列引擎 大多会使用在中型房车 Echo以及Paylo车型上 不过F20C与标准的F系列截然不同 曾经在F1赛事打造MP45赛车的引擎 加上旗下多个性能车研发的结晶 让Honda对于新引擎的蓝图更加明亮 保留干体基本结构 其他都进行改造以及替换锻造零件 通过设定低廉杆充成比来实现高转速的特性 它的红线来到了8800转速 并且它的马力来到250匹 一举成为马力排量比最高的引擎 直到2010年 Fuari 458 Italia推出后 再打破纪录 另外F20C的活晒运作速度 也是市面上两场车型中最快之一 想当然 高转速引擎 势必要下放Honda引以为傲的VTEC 可变证实系统 让它高转速的爆发力更加明显 当正因为VTEC的特性 需要在接近6000转速时才能介入 就表示需要发挥它真正的潜力 要时刻维持5800以上至红线区域的压力 才能将它的动力压榨出来 前面发力的空窗期就成了它的短板 尤其那时期 北美玩家流行的是大排量击肉车 即使搭载V6的美式击肉车 马力与S2000相差不大 但是强大的扭计输出 依旧带来不一样的快感 更不用说高规格V8 仿制F20C引擎 马力和扭计仅有200多 使得高转带来的体验不成正比 因此对它们来说 S2000是格格不入的存在 也导致后期改款就针对北美市场进行新替换 2004年 S2000进行大改款 代号AP2在北美市场开始使用新研发的F22C1 为了应对北美玩家不适应马力 需要过高转速才能发挥的特性 重新设计了连杆和充成比 排量扩成到2.2升 以及其他零件都进行修改 使得F22C1低扭输出更多 马力更快揭入 红线也下调到8000转速 将AP1的巅峰区域下调 使得动力更快揭入高峰 让AP2在日常代步有明显的改善 以及提高赛道驾驶的效率 不过在日本AP2依然使用F20C引擎 直到06年后才一并使用F22C1引擎 用于计划新了AP1世代的S2000引擎 就是需要超高转速才能发挥动力的全部 而AP2则是降低进入动力巅峰的区域 前者是拥有纯粹高看的转速感受 后者则是动力高效率的代表 S2000已经推出 就在各大汽车媒体上广受好评 操控动力妥善率等优秀的表现 基本贩售期间 只要有年度性能车 十大汽车 最佳引擎等排名 S2000必定会被一名上榜 同类型的对手 Mazda, Miyata, Porsche, Boxster BMW, G3都显得黯然失色 经过各界车评的试驾后 认为它是一款优秀的赛道教材车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底盘好 或者引擎耐操 下限低 新手容易驾驶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上限极高 就是要将它推向极限 才能发挥真正的体验 否则它仅是一台优秀操控的汽车 而且要将S2000 在赛道上发挥到最极致的水平 是一个困难挑战 尤其是AP1 引擎需要超高转速 才能达到电风外 容易转向过度 也是它的特点 想象下 要把车推到极限速度外 同时要保持转速高速的引作 油门刹车的示范时机 加上短轴距的车身 过完就会因为惯性 高距离会甩尾 对于新手来说 完全驾驭绝对是个考验 所以能驾驶极限的S2000 都是优秀的车手 作为头文之地里 唯正是比赛用技术碾压拖海的人 确实符合神之手的称号 AP1的操控不稳定性 以及低效率的动力器语 形成车界褒贬不移的评价 不过到了AP2这些都得以改善 悬吊弹簧增加刚性 转向比例调整 轮胎增大到17寸 大大降低 进入过度转向的几率 加上前面提到引擎改款后的表现 无论在日常通勤 或是赛道日 都取得很好的平衡 让这台车成为各界汽车媒体 心中接近完美的FR敞篷跑车 但泛演到今天 网络上纷纷比较AP1和AP2 支持AP1的认为 硬核的驾驶体验才是S2000的美与所在 支持AP2的则认为 完美、精准以及更高效率的动力 才是S2000工程师想要的答案 你们又是怎么看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 一台车型延伸出各种版本 实在正常不过的事 尤其是主打性能的跑车 更会在动力有所增强 但是S2000在量产期间并没有这么做 像是Type-V最明显的改动 是导入VGS系统 下调转向比例 另外就是 在北美市场推出了S2000 Club Racer 主打轻量滑车身 及搭配高调的尾翼 但由于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连带影响 据说CR的产量仅有不到700台 而在日本则以Type-S进行贩售 不过在轮胎和悬调进行微幅调整 让它操控上会比CR来得好 可能有人会好奇 甚至没有察觉 S2000从来没有推出过Type-R系列 关于这一点 网络上都给出一致的答案 S2000开发淡淡 上远凡就曾经计划开发S2000 Type-R 但是他们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S2000从第一台车辆产时 各方面都已经达到开发最高层次 本身以操控性为目标 在规划阶段 就将多余零件捨弃 追求轻量化 引擎更是问鼎每升功率的精致塔 简单来说 技术上无法再次突破瓶颈 基于上述考量 所以S2000就成为Type-R系列的遗嘱 最后2009年 S2000就正式停场 同时代表着旗下最后的FR性能车 就此完结 并且其中一位开发工程 上远房也随之退休 过后 Honda在2019年 为了庆祝S2000 推出20周年 便以AP1为基础 外观 内饰和悬吊进行改装 白色车漆搭配红色内装 整体造型十分像Type-R格调 但这台只是原型车 他们只有放售它的周边改装零件 算是透过另一种形式 缘系它曾经的光彩 S2000在车界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车迷大多都知道它纯粹驾驶的特点 但提到Honda的成名作 往往都会被遗忘 我个人认为 是因为驾驶体验 无法给目前的你们感受 反而大众的CV 就不断涌入车迷的脑海 以及NXR标榜Honda高科技的展现 刻在公司里 S2000就跟Alfa Romeo一样 主轴在驾驶操控 很优秀 但我们没概念 据说2024年 新一代的S2000就会诞生 不过如今已经是10月中期 大机率是成为泡影 或许会在更有意义的Honda建厂 80周年 2029年推出 就让我们敬请期待 未来的敞篷之心